英国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文 开启脱欧程序后 300多万定居英国的欧洲公民 以及100万定居欧盟的英国人 移民身份和如今享有的权益 随时可能受到影响 对未来生活和前景感到焦虑不安 首相特利沙梅接受BBC采访时 就大派定心丸 强调会在脱欧谈判中 将工作和生活在英国的欧盟公民 作为谈判优先重要的任务 并计划向议会提成议案 但前提是 欧盟也必须保障 留欧英国公民生活的权利 我们现在看起来 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我们将会在党会提出 我们的计划提出 如果您喜欢有几个问题 对于欧盟公民的欧盟 当然有几个人 在英国的欧盟公民 已经住在英国 有几个人会在这里 有几个时间 其他人会在这里 有几个时间 有几个人会在这里 我希望能够做 是给他们 保证到未来的 但我只希望做到 那时我知道 那些英国国家 面对英国的热切呼吁 欧盟委员会主席 荣克不愿深入回应 仅强调公民权利相关问题 将取决于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脱欧谈判 它不离开架 不离开架 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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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是答案 给民主席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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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传闻指出 欧盟向英国启动脱欧 索取600亿巨额分手费 特丽莎美予以驳斥 强调英国没有义务支付任何赔偿费 但她同时重申 希望能和欧洲保持特殊伙伴关系 接下来也会与欧盟国家展开自由贸易谈判 寻求与欧盟发展全新的合作关系 根据里约本条约 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后 必须进行为期两年的谈判 整个过程最快也要在2019年3月29号 才能全部完成